今年全国两会提出了很多的新词热词 最让我关注的就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放心消费行动 的确消费是咱老百姓生活中最关键的一环 也是国家经济运行中至关重要的一面 不信您看消费的话题始终霸占热榜 有人去资博吃烧烤 在人间烟火中体会世间百态 有人去向往已久的地方来一场悠闲的city walk 或者安排一次激流涌进的特种兵旅行 还有大量的南方小土豆 涌向了冬季的哈尔滨 让粗犷的东北大嗓门也开始发出了温柔的夹子音 这红红火火的消费市场 体现的正是咱们国家蓬勃发展的经济活力 所以让老百姓愿意消费 放心消费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而要想实现这一点 咱们得从两方面来努力 第一 政府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 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让不法商家无处遁形 鼓励商家诚信经营 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 让咱消费者消除后顾之忧 真正感受到消费的乐趣 提高生活质量 第二 在放心消费行动中 作为消费者 也要主动出击 积极参与 不断提高自己的消费意识 学会辨别真伪 优劣 不要轻易被一些不良商家的花言巧语 虚假宣传所迷惑 如果 真的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 咱们也一定不能忍气吞声 一定要及时投诉举报 拿起法律的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让不法商家付出应有的代价 净化我们的消费环境 最近一两年 有关在线消费的维权纠纷 呈现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 比如 直播间 售卖假货 网游 虚拟财产侵权等 其实 相关的法律法规早已出台 2016年12月1日实行的 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 2019年1月1日 已经正式实施的 电子商务法 都对在线消费服务 进行了规范 相信 接下来的法律法规 一定会更加完善 不断成熟 消费者 线上消费的体验 一定会越来越好 总而言之 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放心消费行动 还是每年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都是为了给我们消费者权益 筑起一道防火墙 不仅让我们消费的放心 更要消费的舒心 开心 让我们的生活 不只有柴米油盐 还能时不时的放松一下心灵 去追寻每一个人的诗和远方